第一格呢是先选到第一格 因为第一格的话要求是2014年 最等于是最基本的格式 点到第一格呢 打开我们的储存格格式的面板 如果你不太会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 看一下前面 因为你选到的是日期 它侦测到了 所以它会自动的 进到了这个日期的 这个设定的格式 那它要求的 我们要看左边 左边是我们的标准 那第一个就是2014年 1月22日这个格局 所以就选这一个 这个如果有找到了 直接把它点下去也可以 好我们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格局啊就跟左边一模一样 所以依此类推 好这两个是要设定一样的格局 好这次呢是属于国制的 哦国制的 好然后接下来是中华民国国立的 中华民国立的 在这边啊各位呢底下有一个形式立的类型 好如果你看它日期是国立 是我们中华民国立 那你形式立的类型就要选中华民国立 哦这样才可以哈 好 这一个 哦那这一个 那各位你看一下 假如你发现设定完毕以后出现紧字号 像我这样子不要紧张 那只是代表你这个栏位的宽度不够它显示 所以它变紧字号知道哈 你就去把这个栏位呢把这个栏拉宽 刚刚是我教各位怎么拉了 你把它拉宽一点 哦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哈 哎 请记住哈 那我这个格子选错了 我再把它选重色一次 选错了都还可以再重色一次哈 就要选这个才能 哦好 请你呢看一下它左边的标准哈 然后呢把它设定成跟左边是要一样的哈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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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 来底下呢百分比应该各位会了没问题吧 百分比这个呢 你可以把这三格先选起来 百分比你把这三格空格先选起来 接着到上面来找到数值这个面板 把这个百分比点下去 先让他有这个体质 百分比先把格子范围选到以后 先点这个百分比的符号 让这三格呢通通都有百分比的体质了 接着依序的 点到120%这个打120 按个Enter就完成了 再继续打下一格 依此类推 把这三格通通都完毕 相当的简单 好 那特殊是什么意思呢 特殊指的就是 有一些东西 那么呢 碳是数字 可是它其实是有别的意思的 像我们这个各位的室化 室内电话 跟大跟大一样的意思 像这一种 那么呢各位都要特别的注意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到这里跟上来了没有 来特殊的第一格 它要你打这支电话 3256486 这我随便打的 如果刚刚好就是你们家的电话 讲它是谁 臭巧啦 哪有那么臭巧的 好 天底下无奇不有 好 来 注意 你在打的时候 先打零六 挂胡不用 就打零六 三二五 六四八六 按Enter 这时候呢 注意看 它前面的零是不是不见了 好 因为一开始 你打这些数字的时候 Excel以为你打的是数字 同学 请问你在填数字的时候 会可以前面填一个零吗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它当然就帮你把零就拿掉了 对不对 可是你要跟它讲 你这个是电话号码 这是特殊的 所以你打完电话号码之后呢 记得右键点以下呢 回到我们的储存格格式这里来 请注意看哦 你要选特殊这个类别 特殊这个类别 好了 在特殊这个类别当中 右边请你选到一般电话号码 七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当你选了这一个 一般电话号码这个项目之后啊 你按了确定 看到没有 它就还给你了 而且零六还帮你加挂胡 这样会了吗 会哦 来以下依此类推 有台北市的电话 还有手机的电话 哦 所以在打的时候呢 都依数字的方式先打上来 比如说这个零二的 哦 打零二 然后呢 一张号码把它打上去 来同学这三个 一个是 一个是零六的 一个是零二的 一个是手机的 所以不好意思 你不能够三个一起选 因为三个是不同的设定 知道吗 哦 这三个是不同的设定哦 虽然都是同属于特殊 但是它是不同的属性 一个是零六的 一个是零二的 好 意思说一个是零六 就是台南市的七码嘛 对不对 零二是八码 手机是九码 哦 所以麻烦各位 等一下设定的时候 你不要三个一起选到 去设定哦 不行 这三个所显现出来的属性 是不同的哦 所以请你呢 辛苦一点 一个一个做哦 像台北的 在我们的特殊里面啊哦 你看一下 你就要选这一个 一般电话号码 八位数哦 因为台北就是八位数哦 按确定之后呢 它就设定好了 有没有 挂湖零二哦 二三六五一横 四八六九哦 手机也是一样 哦 手机 那么你进到特殊的这个项目里面来 请你选到行动电话 哦 请你选行动电话 呼叫器 有没有 哦 按确定 哦 这样会了哦 好 那再来这个三白 各位 它是写 它写国字对不对 注意看 请问它靠左还是靠右 靠右代表它是什么 数字哦 它的体质是数字哦 数字哦 所以代表你开始的时候呢 是先打上数目字的三白 知道吗 先打上数目字的三白 再依靠着以设定的方式 储存格设定的方式 哦 要把它呢 由数目字的三白 经过格式的设定 变成国字的三白哦 所以请各位一样到特殊这里来 特殊啊 选到国字的小写 哎 我们国字有分大小写哦 各位注意一下哦 哦 好 这样子啊 就可以跟左边一模一样了 讲会了吗 哦 所以 各位呢 以前去邮局写数字 都要写国字的大写 没有 哦 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一开始 请你呢 先打上普通的数字就好了 先打上普通的数字 像我现在这样 接着呢 再用设定的方式 设定成我们要的显示的方式 哦 这样懂了 所以呢 格式的设定 其实就是设定格式的 一种过程哦 好了 最说最后呢 到这个自定这边来 我们停在自定这边等各位一下 自定这边啊 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 你的数字的后面 如果要加上单位的话 要怎么做 哦 我们在这边等一下 我们就来开始从这边往下讲解 我们这样子到我们这样从上做下来啊 你对于那个数字的格式设定 你就会做了 哦 好 有没有问题 我们停在这个自定